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强热 上期视频中想运气大爆发 抽到了一把点长版的红点散弹枪 今天我是打算来看这把枪的成本 看样子你就想用它来赚金条了呀 那肯定了咱们洗了这么好的书记 不拿到装一笔镜条那就太浪费了 制作这把枪需要用到装用铸铁 中炭杆 弹气橡胶和战术护木之类的物资 咱们赶紧去拍卖看看这些材料的价格吧 10个铸铁要花13万金条还真够贵了 中炭杆的价格就便宜很多了 买20个只要花4万左右的金条就可以了 航性下降也不贵14个才7000金条而已 大叔货面的价格还是老样子 12个4万金条没啥好说的 钢分子的话需要花15000的金条 小强算了一下制作红点散弹枪的成本需要23万金条 加上税率的话至少也要卖个26万以上 当然了如果是强械工的话制作起来就更便宜了 毕竟装用注点和中炭杆都是它的装熟资源 省去这两种材料的支出 成本大概在20万左右就可以了 哇好贵啊平面还真买不起 咱们来看一下四星顶藏红点的价格 一把卖40万金条左右还算可以吧 这把签的属性而且起来的差不多 也就对感染者的伤害提高了一点 那咱们还有另一个技能对人型怪物提高伤害 可能很多小伴都不太理解这个技能 甚至还觉得它有点鸡肋 其实这技能对于现在来说是比较给力的 像是牢衣副本的傲吃小弟 就属于人型怪物的一种 说不说的话你的双技能就有点齐品了呀 那肯定呀 部长小年也不会这么开心 我对比过了现在想这把签的属性是最好的 当然了仅限典藏版的范围 有人学弟红点提出了更好的属性 但可惜没抽到典藏 如果小伯们想把典藏红点的话 所以想想是比较好的 毕竟咱们这属性很给力呀 想想打算做做几把典藏粉子拿去撞清条 现在快到12点了 咱们先去上架几把喷子吧 我也是打算把价格定低一点 活力多香嘛 就卖个38万吧 咱们不能太贪心 说的价格确实很实惠 毕竟胜心胜专严又花不少钱 你卖个38万也算是比较合理的啦 小强打算给粉丝们一个福利 对自己的手术有自信的话 可以施掉告诉小强 我会以成本价卖给你们 手术不要卖的人也不用担心 等期待的科技到了 买完之后 强会以成本价上架 至于能不能强到 就看你们的本质啊 哇塞可以啊 这波福利不错 果然是充分小强 请你点个赞哦 好了 本期视频就先这里 我是强 我们下期见 拜拜